电视剧《他的承诺》中谢长江的前妻江南回来了 这在谢长江公司准备上市的阶段 他这摆明了是回来搞事情的 勒索钱财也好 让谢长江不痛快也罢 总之他就是要搞事情 话说张静出饰演的爱英 不是有一个嘴毒的婆婆吗 这位婆婆面对钱儿媳 那个耸尽哪 恶人自有恶人魔呀 当然 就是论事 婆婆就是嘴毒 还真没做过什么恶毒的事情 这样的人要比表面上对你很友好 被地里捅刀子的人强太多了 江南的回归 对爱英来说是危机 也是机遇 如今爱英是遭遇了背叛 谢长江外面有人了 不是什么秘密了 可是他和谢长江还是利益共同体 让他做出抉择的 不再是情感 而是利益 谢长江不到 自己和孩子的利益就可以得到保证 因此谢长江是在外面吃饱了 爱英自己是青春容颜已打包好行李 再和自己做最后的告别 但他还是不能在外遇的问题上 和谢长江直接摊牌 而江南回来了 他的机会就来了 谢长江在外面有外遇了 张静初饰演的爱英 不好自己挑明 正好可以利用江南把这件事爆出来 他的城中爱英就围绕着江南布局了 他先是提醒谢长江要去补头发了 好嘛 谢长江这么有钱 也避免不了秃头的尴尬了 年轻时不懂 长大了才懂 什么叫头发对中年人有多么重要 恨不得一根头发 一根金条啊 王耀庆饰演的谢长江到酒店 去专业团队做头发了 爱英把这件事包装一下 告诉了江南 爱英说的是 谢长江出去开会了 还给司机放假了 自己开车去 江南这次回来就是破坏谢长江的上市计划的 他知道谢长江外面养情人了 这外遇新闻 是江南最想抓住的把柄了 因此爱英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江南 江纳就会误以为 谢长江是去见情人了 江纳带着人想要到酒店抓个现行 结果碰到了谢顶的谢长江 话说这个角色的名字 就是为了谢顶这个桥段起的吧 他的城中谢长江自然大怒 删了江南一巴掌 爱英则趁着这个机会 以匿名的方式 把谢长江和情人的照片拿到婆婆面前 他以这种方式曝光这件事 还是很聪明的 这样的话 他可以摆脱嫌疑 置身事外 谢江母子都会认为 是江南搞的鬼 他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爱英希望谢长江收敛点 别过分 他的城中高禄饰演的李英南也是受挫了 以为自己拍下高总和谦谦的床照 就可以翻盘 结果高总够很辣呀 不上套 不对李英南服软 让李英南的布局彻底落空 最后只能默然离场了 没办法 那股份 还是薛总最后良心发现了 实在过意不去买回的 十几年的付出 只留下了这二百万 李英南心里苦 但也别无他法了 李英南的戏份是看着最憋屈的 他是一步步被打压 想反击 却每次都遭遇更大的挫折 最后一点脾气都没有了 被现实压得很惨 排不起头 断起来振折 带你来一步 断起中